这次DFC的活动当中 我们发现了我们身边有很多令我们感到困扰的事 例如衣服太多造成浪费 口罩很难排 疫情很严重等 从以上问题中 我们想解决衣服太多造成浪费的问题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所想出的办法 是利用多的衣服来制作环保袋 我们的想法来源是上网查询相关的影片 2月底我们先是发现环境污染的问题 3月到4月的期间 我们收集相关资料后便开始动手制作环保袋 我们制作环保袋的过程 第一个步骤是先将两边的袖子剪掉 第二个步骤是将衣摆剪成条状 第三个步骤是将衣服往内翻 第四个步骤是将剪成条状的衣摆 两个两个打成一个结 第五个步骤是把衣服翻回正面 第六个步骤是把领口剪掉 以便我们放东西进去 第七项就是我们要添加自己的创意来完成环保袋 像我们这组就是用剩下的布料制作成大象的图案 然后我们的环保袋就大功告成了 接着4月初进行就衣环保袋走秀发展 我们希望把我们这次行动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因为想要 就买太多的衣物而造成浪费 接下来我们想解决垃圾减量的问题 以上就是我们的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